不是用英文或中文回答 而是泰魯格語 你相信這是ChapGPT自己深層的回覆吗 为了跟上AI科技的脚步 国科会人文处近年发展 以包容为导向之科技计划 发展出原住民族语言人工智慧科技平台 整合国防中心高师大园语会等相关单位进行开发 而有鉴于第一年泰魯格族语建制顺利 今年就把目标转向周竹和雨推组织可作 举办共事会议 希望各领域族与专家能够加入计划的行列 我们这个网站就有超过五十万人次的这一个上限率了 雨推协作的目的就是在帮中心去寻找这些庄家学者的老师 不论是我们的审查委员或者是教会的一些本身就在做圣经的一些长老们 然后我们就是去媒合他们去做联系这样子 那其他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在帮忙寻找适合的那个族语的发音的人声 而在操作使用之后 族语教师就认为在程度分级上跟词汇量都还需要再更精准 才能更有效地达到平台建制目标 而总计划主持人也再次强调实用性是首要目的 因此针对平台建制的任何意见都愿意领听吸收 主义环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话 他要利用这个做增进自己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在选择上面 因为他只有两个选项 一般人是跟学生 有的时候他一般人是有觉得太难 学生又觉得太简单 那是不是那个层级可以分得稍微再细一点 足够的支持量才能够让AI这个系统 他可以在辨识或者是生成的时候 他可以更加的正确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点 因为我们宇推现在一直都在做一些 周祖预料的一些 就是一些收集一些整理 我觉得这个未来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系统生成之下 我觉得这是我们周祖预言 接下来要做的一个第一个要目 这个是一个以包容为导向的科技计划 所以它重点不是在科技 而是在包容的部分 所以国科会希望我们是可以 把我们的技术真的落地到 等等对原住民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后续比如说 等到我们技术有一些成果以后 我们就希望可以再跟与推协会 这边来做一个足语的一个推广 国科会期望最终能够建制完成 十六组的人工智慧科技平台 协助保存及推广兵委的原住民族语言 而周祖预版本也将在明年 就能供全民使用 希望到时不管是族人 还是有意学习族语的民众 都能够不受地域时间限制 随时随地畅快学习 有些老包的嘉宜阿里山采访报道 是